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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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为了避免病毒扩散 香港 澳门 台湾 韩国等等都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应对 这一次的武汉爆发的不明肺炎 也让人们担心是不是类似SARS的流行病呢 18年前爆发的SARS疫情 全球有超过8000人受到感染 造成775人丧生 目前中国官方最新的调查表明 武汉爆发的肺炎疫情 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也没有医务人员受到感染 所以暂时排除了流感 禽流感 非典型肺炎 也就是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等等的呼吸道疾病 当局依然在调查病毒的来源 包括鉴定是不是来自被认为是疫情源头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另外北京和香港的专家也担心疫情会更严重 因为病毒很可能会增强 难以判断会不会发生突变 香港大学专家也提醒 疫情的发展已经亮起了红灯 相信这应该是新型病毒 有可能已经可以人传人了 香港目前的不明肺炎病患 大约有15宗的案例 其中一些人是从武汉回来之后 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症状 香港卫生局前天将应变这个疫情的等级 由戒备提升到了严重 台湾已发现了8名的症状轻微的发烧患者 在经过评估之后排除了肺炎的风险 都已经回家休息了 新加坡也说 索性大约和武汉肺炎无关 那当然防疫的措施不能掉以轻心 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包括泰国、菲律宾、五国马来西亚等等 也都加强了管制从武汉入境的飞机乘客 包括为他们进行体温的检测 我国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说 一旦发现肺炎的疑似病例 病人就会马上被隔离 各国的卫生局都提醒 民众如果要前往出现肺炎病患的国家旅行 尽量不要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 和人多集中的地方 必要的时候可以戴口罩 那如果有呼吸到感染的症状 特别是持续发烧、流鼻水、喉咙痛等等的症状 一定要马上就医 换个焦点转看泰国 一份官方数据显示 全球制造海洋垃圾的最多国家 依序是中国、印尼、菲律宾、越南、斯里兰卡和泰国 看看前六名东南亚国家就占了四个位置啊 那泰国呢 对于自己在这份名单上榜上有名 似乎不太光荣 所以呢 今年2020年全新的开始将会积极打击塑料垃圾 大型的百货公司或者是连锁商店业者 都不再免费提供塑料袋了 当地的星巴克也响应减塑的行动 将店内的塑料吸管全面改为可分物分解的这个止吸管 好了 减塑行动仍然有责 可以看到呢 泰国的市民也积极投入了无塑料的生活 这几天 泰国的社交媒体陆续放出了拿什么去购物的图片 从一张张的照片可以看到 泰国人啊 创意无限 他们有的拿着篮子 有的拿着水桶 米袋竹篮 甚至有的是捕鱼的网 还有行李箱 还有的是工地用的独轮车也派上用场了 他们呢 就是想尽办法用各种的容器取代塑料袋 这一幕幕的购物场景瞬间成了有趣的画面 九八八聚家东盟 为你跟进的新闻就到这里 我是舒婷 明天同样的时间 我们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